培文圈 台灣 拼著台灣國旗跑過終點線 2011年Ironman三鐵比賽 女鐵人陳培文拿下冠軍 2011年更是亞洲沙灘運動會 台灣代表隊選手 但他出面控訴 11月10號到中研院游泳池 交曾經溺水的女性友人游泳 卻遭到同池的一名羅姓教練驅趕 甚至出演如罵 他這輩子沒有看過大人在兒童池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如果我朋友溺死了怎麼辦 然後他就口氣真的是不太好了 就回我說溺死了關他什麼事 就從這句話開始 雙方吵得不可開交 女鐵人控訴 和朋友都到成仁池去游泳了 對方還不罷休 就說不要以為他不敢打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有攝影機 請他不要不打 然後後來他兒子就馬上接話 各種三字經就說要叫人來打我 然後我就看到他兒子 走去後面拿著電話 然後打電話要叫人來 不止羅信男子過來嗆聲 說沒看過這麼囂張的女人 他的兒子也跑過來 打電話嗆叫他們不要走 隨後游泳池就出現了兩名黑衣人 櫃台轉報救生員 女鐵人跟朋友只能從後門離開 一個小女生我們幹嘛去找什麼人 我們又不是黑道 又把我們講成黑道 再怎麼樣粗暴 也不可能去動手打小女生 怎麼可能 陳小姐控訴對方過程中有拿手機拍照 還嗆聲要給他好看 他心生畏懼 還因此看了精神科 從九歲開始就到中研院游泳 這回卻碰上男子恐嚇 但對於控訴 羅信男子強調沒動手打人 也絕對不是黑道 坦承一時情緒上來才會出言入罵 對於不實指控將提出告訴 記者吳清俊 邵紫陽 S1少組 台北報導